不是啊 你那讲话了 昨天我唠个猛的呗 来 你上主抗 你接受来 你接受你唠 来来来 兄弟们 掌声有请 海南军阀 不行 我就是小平就行了 小平去了 头发了 我乱了 我注意形象 好好好 来 我说吧 日本的纪录片我已经拍两年了 差不多拍两年了 就是差不多营销号的东西呢 我都遇了一遍 但是教育的确我很弱 但是你要从人文文文化历史 包括各个其他的方面 我能跟你闹 而且我有视频跟你闹 看嘛 直播间反正人也不多 我给你看猛的吧 你给我拍到哪儿了 这些我全都有 合法的 啊 ok 合法的你发现 而且我全程拍的时候带一个律师 我全程都是合法的 放心吧 你放心 这块我都有 但是话又说回来 其实我对日本的 我有很多日本的朋友 大家很多人都说 哎呀不要什么 怎么动不动说 日本不好就极端 我明确的跟大家说 一点都不极端 你要看什么事 这么来 举个例子 我车上的律师是日本的 我还有身边两个帮忙拿东西的 就是帮忙拿点摄像机的 也是日本的朋友 都挺好的 那么问题来了 我真实的经历 我在拍纪录片的时候 你说我心情好不好 就是我正常拍 不影响人任何的情况下 出来直接 我就直播间不说太大了 直接一看你说中文的话 直接就怼着脸骂 谁骂你 日本人骂 对我 我在讲细节一点 我在讲细节一点 我当时采访风俗女 知道吧 我们就不扩开掌 我要讲社会 完了我啥事都没有 律师也在旁边 我说这个是不是私人区域 他说不是 完了怎么突然个老太出来骂 一个原因很简单 第一 日本的律师说得很清楚 就第一你是中国的 我说不是吧 大哥我都没干嘛的 第二 第二 他旁边装了一个监设器 我视频都有 你爱跟我怼就怼 很多人说 哎呀你破坏 中日友好啊 我可守规矩了 完了以后出来说他外面有个红外感应器 可能我们刚刚站在那里碰到了人家不开心 好这第一个印象啊 不是我对印象不好啊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先跟大家道个歉 我先道个歉 我对不起 我口音正嘛 故乡的印花 口音正啊 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啊 事实物者为俊杰 还有一个我真实经历了 我可一点都没吹 我真实经历了 我以前这小破产我也分享过 就是 我这人爱抽烟 先跟他道个歉 我先说对不起 但日本抽烟也有规定 但是你不能站着抽 你烟灰不落地 我也站在那里抽好好的 啥事没有 就真的 我在景点就在景点 然后就在一个路边 公共路的交接处 但是那个路口恰恰是一个私人民材 我也不知道啥回事 一过来一出来 乒乒乓乓乱一顿 完了要报警啥的 我说我查的了 就是日本凯伦老派 是属于美国版凯伦老派 都管闲事临着 对突然就如一顿 我说我 我啥都没犯了 后来他说你走吧 一会报警啥的 也耽误你拍摄你走 我说我没站在 是你没站在领地 他就骂你了 你走吧 我说我咋的了 骂你就得走 对 他报警他会耽误你时间 不是你也没站在他家私人领地 我抽烟了 我抽烟了 我站在路口抽烟了 我错了 你当时说了 你不能说吧 你当时走就走呗 那讲话这有啥 鼓得死谁嘛呀 也没必要啊 对啊 就是说我 不是说 不是说我对日本的印象不好 我挺好的 有很多人也帮忙 中间帮忙 当时他们民间 现在有一个传闻 就是民间 经常说 哎呀 日本人对你都有友好的 也有不友好的 但是网上现在有一种论调 就是动不动 你只要说 日本有什么问题 他会说你极端 你做饭 挂一个正式历史的图 他说你极端 然后经常举报啥的 我就很纳闷 这是我真实遇到的 我有时候我一脸懵 来我再说一个事挺好玩 再说一个真实 在基督片里面会公开出来 曾经有个北海道的朋友 也是我们中国的这边 也是在日本生活很多年 他说一般数字低下的 都是中国的 我说这话我来劲了 来我们上头了 来我上头了 我去日本看樱花的时候 我看在樱花的 我把一堆他上头了 你知道是哪里的吗 三哥 我在那里愣了手一天 没有看到我们一个中国模样的游客 去摸人家的樱花 因为樱花不能摘 我全是视频我决图给他 他说你片面有中国人也在 但是你就是没有发给我 我这想我不跟你干 你再说一点你说服 他说在东京 有日本的很多朋友 在东京政府里面是可以随便去的 他跟我干一个点 你看在直播间随便停 你们随便怼 有人说你就怼 而且我有视频 他说东京的政府是随便去的 随便你进去 甚至打饭吃都可以 我去了他说真的吗真的 他说那一个人家叫自由 你到我们政府不给你进 我说谁告诉你不给你进 能进啊正常办事不能进吗 对半夜我要公开的 对啊然后我就到那里了以后 我就试一下我走到别的办公楼给撵了 原来它是一个景点可以开放的 然后他跟我讨论这个 哎好玩的来了 日本的律师和向导啊 我们在日本生活20多年的向导啊 一说日本就吐槽啊 这个就不展开说了 他说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排啊 我说我说有个朋友跟我说人家自由 他说屁 你去看东京大桥底下一排都是流浪汉 因为你看的是前面光鲜 你看不到后面的亮丽 完了我就去流浪大桥了 我给酒瓶子给我撵了 因为全是喝醉酒的 给我撵出来了 他们是什么是流浪汉 还是说在那就临时住一宿啊 他一直住在那里 他们的理由就是桥底下是国家的土地 你无权干涉 然后向导跟我说你别碾太近 我说我要拍基督片 你别来碾太近 这帮人呢 如果那个导游说一句话 我挺感动的 我们日本的向导20年 他说如果我们中国 但凡有个流浪的 我们人口比例那么大14亿啊 那立马就该收容的收容 该进去的进去 该给被子给被子 但是在这边全是酒鬼 当地也收容 但是他们不进去 就要的就自由 那我说那咋办 他说你别挨太近 真的挨酒瓶子了 我一过去喝酒 走 我说我看他的表情 我就知道了 真重 不是那他们是怎么 是有每月给钱吗 还是怎么 他们拿着活着呢 也会有一些志愿者 搞一些止咳啊什么的过来 我看一下 有点圣母 送点衣服送点吃 这啥的 但是志愿者 当时我们也接触志愿者了 志愿者说了一个事说 你是中国来了吗 我说啊 他非常你非常感谢你对这些人群的关心 但是我求你一个事 你千万不能给他们钱 我就后来了解了 我了解清楚了 是这样的 他们就属于一帮赖的 而且反而对他们没办法 所以很讽刺的 就是在东京政府的上面是一个景点 在下面的天桥底下 就是一帮流浪汉 我给视频看了 猛的啊 我差点挨揍了 我差点给酒瓶录出来了 不是那他这个就是属于说白了 就是光鲜亮丽 给我们是展示的是一个层面 实际上他自己脏乱岔的东西 他们也管也也治理不了 根本的 管不了吗 等于 也说白了也是自由 但是他们羡慕这种自由 我就很很很很那个 我也不理解 有 之前我这连迈的也有上来说的 说那个羡慕 就是三河大神 想要每天的保底餐 你明白这种人群吗 国内的三河大神 把他想想领美国那种每天的救济粮 这样他们就完全不用 那个压力不就没有了 吃喝的压力就没了 就是天天上网就行了 不要耍礼 完了以后我还干了一个蠢事 因为我不知道我给他们捐钱了 的确是不懂 完了以后日本的律师也是全程跟了我们 全程跟了我们全程 他也大概说了这个情况 我很忠信的在说他的好很坏 但是有一些人 哎呀 这个你 我真的有时候我眼睁睁看到 我都不想跟他们说 我之前有一个连迈的你看 我再跟你说一个例子啊 特别好玩 我再跟你说一个例子啊 日本的那个我们那个中国的向导 是不是在20年了啊 我原来在日本我拍竞篇拍了两年了陆陆续续啊 我有一点想不通他解答了我的疑惑 就是他说 小莫我在日本20年了 你听我一句劝 我刚来日本第一年的时候 那多好 哇啥太军流 三年的时候简直向往了 开始也骂过娘 他承认了 也骂过国内不好 对吧 对 他也有这个曲线 但是现在他20年了 他说你别提小日本提示 我怕那一次 你看30年喝东 30年喝西了 不是30年之前了 但是有些人他不愿意看到30年之前 所以有时候我经常抬杠 我说你拿30年前的日本的GDP很欠赞 就是不愿意正视我们站起来 他们不行了 这东西就是接受不了 对 而且当时抬杠还有一点抬杠 改天你在直播间你就随便 我不菜你就来 就实打实的 我叫你 我私里也叫你 我毕竟在 我还实打实遇到一个 我当时在大阪拍摄的时候游行 他们的游行是非常自由的 知道吗 然后呢我大概有一些样片需要日以翻译嘛 因为也是我那个朋友 因为我们观点不同 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他亲就亲他的嘛 我发一些翻译片段给他 我看有没有敏感词啥的帮我看一下 我要开始剪片 完了他听完了以后没啥问题 他就说了一句 你看到没有 啥叫自由 日本的想玩就玩 然后那个话 某某村长他们村的村长的画随便图 完了我没话了 我说那我有点羡慕 没话了 我后来就把这个事问律师 律师说了一句话 你是没遇到街上抢你的 就是抢你那个的 还有一个日本有个选举法 不是绝对的自由 你在他的竞选的画上 你图一下立马抓你 而且你图的那个话不要太难看 太难看的话 有可能也会被没收 所以你只听了一面 没有听到另一面 所以说你看随便乱读乱画 是有规定的 要正确表达 不是让你化成妖魔鬼怪 但凡有个不正确表达 有可能就收了 有可能旁边有一些 其他的莫名其妙的人 他们说在街上游行 有时候啊市场游行 有时候经常被抢东西了 那是你没看过 就观点不同的会有 而且另一个是选举法 就是你说自由是吧 来那幅画你去 你图一笔看一下 我都跑不了你 那应该比葛神社前面 好像吃一波好像更严重吧 敏感了 我下麦了 我把礼物刷给你 不用不用 你那个你咱继承上 回头我吃回来 感谢我大莫熟 啥个跑车 大莫熟 谢谢大家了 我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勿忘国耻 但是我们也别把极端的思想 带到互联网 因为大家生活都很累 那我们就要面对事实 面对自己的成长 也承认自己的缺点 也承认别人的心境 在日本啊 有一项东西中国永远比不了 说实话 这块我先道个歉吧 就在日本啊 驻日美军 中国是不会有的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是不够的 我们从来不用别人比比划划 自己都有 怎么过了 好的 好好好 感谢大莫熟 感谢大莫熟 那个这一趟 这趟大概多久能回来啊 我回来了 我还有一个小组在那 不是我的意思说 这就啊 人回来了 我说就这一趟 大概这个节目 大概多久能出 就是你这次 此次日本之行 给我们提前剧透剧透 大概预计多久能出来 这一系列节目 我想在918发 但是给了他们看 他们说尺度太大了 那得先严格审审 是吧 尺度太大了 因为一种立场表达出来以后 确实是有 这个其实刚才 刚才大莫熟说 说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忘国齿 后面跟四个字 不是四个字 跟一句话是 我们也不放大仇恨 我们记着吃过的 可以记着发生的事 但是不放大仇恨 就是允许他们 允许他们站 因为他们站起来 也就是一名五 沾点歧视了 老爷爷站起来 一名五 我现在是不脸 脸了老说 行了就这样了 我注意力的 不收礼物 那个大英 你私下转给我 我在足够间刷礼物 好了好了 我一会儿把 好没问题 一会儿我把那个 把那个收账那边 收拾我给你拔呀 哈哈哈哈 好感谢 感谢大莫熟 感谢大莫熟 好拜拜 好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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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应该 是不是应该 只配这一句 但是 你的爸爸 翻了street 什么什么 莫桑 故乡的樱花开了 中国有句古话 叫失事无诈 为俊杰 吃点六位 帝皇玩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吃点六位 帝皇玩吧 大地方谁去呀 这个年代 还有日出疑呢 感谢卢尼口的跑车 谁去呀 也有掌声 这个致力于 大莫熟 最近现在拍的这些东西 和他这个一直 一直这个方向 就是致力于 把这些我们曾经 带着滤镜看见的 无论是西方也好 东南亚也吧 就是带着滤镜看的 这些世界 给他们揭开 他们真实面上 其实我不能说 我也这么 我没这么高尚 我主要是 把他们酷了 这个大王说 从从一个 另外一个维度 真实去给你呈现 你就这个地方 是不是像你说 那么好吗 那或许有他的好地方 如果他什么都差的话 真像我们说那种 就像我 就像我口中的美国 那如果真差 那个程度 那肯定早就完了 他有他的好 但与我们 有没有关很重要 全世界 一万个国家 有一万个国家的好 哪个一条 是针对我们 中国人的好 很重要 没有的话 全是废话 还得是 靠谁不如靠自己 还是回到这句老话 没毛病吗 来吧 下位吧 给那个跑车 跑车插队大哥 来王朝 感谢英子跑车 感谢志迪跑车 来 这边 好 走车 走车 转发车 转发车 感谢观看